哈喽我是乌龟 本部影片是以测试服环境录制 一切内容以游戏时装之后为准 又到了万圣节啦 每一年到了万圣节的时候 部落冲突都会更新一些相关的内容 到游戏里面来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些内容 除了大家熟悉的一些障碍物的更新之外 还有专属的万圣节障碍物啊 比如说今年的障碍物就是这个有爱之花 你看看这个样子 其实看起来好像不太有爱 不过有点可爱就是了 这是今年的障碍物大家还喜欢吗 那除了这个之外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冰种你熟不熟悉啊 你是不是有看过他曾经在万圣节出现过呢 没有错就是这个超级厉害的断边之王啊 皇家幽灵又回来了 他的每秒伤害值680 跟皮卡是一样的 不过他的生命值非常的低 是270 移动速度16 但是占用的空间只要8个单位而已 可以同时对单一地面目标造成伤害 并没有任何的攻击偏好 最厉害的是他跟超级部队一样是拥有特殊技能的 他的技能名称叫做鬼影迷宗 他可以隐身12秒 而且可以无视成墙啊 直接穿墙 这个真的超级OP的 如果你是第一次见到皇家幽灵的新玩家的话 我简单一句话跟你介绍你就会明白了 他就是一只血量超低 但是可以隐形又穿墙的皮卡啊 这样子够明确了吧 我这边直接跟大家分享两场进攻 我使用的部队配置是用了大量的皇家幽灵来断边 搭配上主力部队是超级蓝胖 我带了三只超级蓝胖 但是有一大堆的皇家幽灵准备要来做非常豪迈的断边 我在6点跟9点外侧下了皇家幽灵数量超级多的 并且还配合了加速法术 因为外侧的东西打完之后 我的皇家幽灵就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走到比较靠近 内侧的建筑物前面才有办法打到他们 所以我在这边配合的加速可以省下他们这个走路的时间 很快的就往前突进啊 好像是一个突袭式的把对方两侧的建筑打掉 这样子我的主力部队应该就不会走歪了吧 我在靠近7 8点的这边是下出了冰人 然后跟上了滚木车还有全部的英雄 最后再跟上超级蓝胖以及天使 然后丢了狂暴打开大手者的无敌 哇现在所有的部队全部都灌进去了 援军引出来我在这边下了一罐冰冻 冻住对方的援军夺体火塔还有吹风机 然后从侧边下了小王进场 其实这里的场面是非常的混乱 我在进攻的当时是非常仔细的在看 到底是工程车在部队的前方 还是超级蓝胖在部队的前方 我一定要适时的保护我的超级蓝胖活下来才行 现在工程车顺利的开到目的地了 里面装着的是冰人可以帮忙争取到比较多的时间 而小王在12点的内侧这边是碰到了对方的单体火塔 所以我丢了隐形来保护他们 大北营这里是已经打爆了 单体火塔也拆掉 而女王的技能还在 手上还有一些皇家幽灵以及隐形没有用 哇这个三星是已经到手了 怎么看起来这么轻松啊 我有两只超级蓝胖没有跟上主力部队 现在他们在打墙 但是打着打着就不小心把旁边的法师塔也打掉了 事实上他们刚刚还隔墙把对方的一座投尸机都带走了 这真是太让人开心太舒压的一场进攻了 我在超级蓝胖登场了之后 我就不断的想要用超级蓝胖来打仗 结果在联赛跟部落战都打出了超多的一星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好好地走到阵型的里面去 老是会跑歪 结果现在断边之王皇家幽灵登场了之后 我的世界仿佛都变成彩色的啦 来来来 再来看一场吧 这次我用的是相同的部队配置 而且也是一样 在靠近六点跟九点的外侧 用海量的皇家幽灵断边 我们注意一下六点的这个区块好了 我是想要用我的皇家幽灵 把六点内侧的天鹰火炮打掉的 这里我打算用我刚刚讲到的加速法术 先丢加速 然后让我的皇家幽灵冲进去 将对方的天鹰火炮突袭式地带走 哇 这里的皇家幽灵直接踩到了一颗大炸被炸死了 竟然碰到了陷阱 我在这边顺便跟大家说明一下好了 皇家幽灵进场的这12秒钟 只是属性是隐形而已 并不代表它不存在 就跟女王的技能一样 就算它是隐形的状态 还是会被所有的陷阱给影响的 它会触发大炸弹也会被炸死 并且踩到了弹簧陷阱 当然也是会被弹飞的 现在天鹰火炮顺利的带走了 我在靠近七八点的这一侧一样 下出我所有的主力部队 然后开了无敌压的狂暴 援军又引出来了 在这边我再下冰冻 动一下援军 还有旁边的大守护者雕像 以及多体火塔 小王一样是从侧边进场 这次想要让小王处理掉 靠近十点内侧的一座投石机 主力部队在阵型中间 看起来有点危险 天使没有第一时间跟上的样子 所以我丢了隐形来保护他们 然后在大本营这边 我下了一罐冰冻 超级蓝胖隔墙 把大本营给带走了 我看到我的超级蓝胖 好像是被单体火塔给烧到了 所以这里想要下一罐隐形 来保护他们 结果没有想到他们是非常给力 隔墙就直接把单体火塔给打掉了 反而是在十二点钟内侧的一座单体火塔 刚刚烧到我的小王 我的隐形丢了慢了一步啊 没有把我的小王救下来 那这座单体火塔该怎么办呢 你是不是也跟我想到了同一件事情啊 我的手上还有加速嘛 我现在等着蛮王把外侧的东西打掉之后 丢一罐加速 然后把我的皇家幽灵给丢进来 让他们直接飞奔穿墙 往前把这个单体火塔给带走 哇 太帅了呀 这个好像是地面的气球部队一样的感觉 对不对 哇 这个皇家幽灵真的是玩起来太过瘾了 难怪我的部落成员也有超多人 每年的万圣节都是在期待他的回归 你有没有发现今天影片一开场 以及现在进攻的这个场景 跟平常看到的不太一样呢 没有错啦 这也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这次万圣节新登场的全新场景 南瓜墓地 我们现在赶快就来看一下 这个南瓜墓地里面到底藏这些什么东西吧 哦 在右上角这边有一个大房子 这个南瓜造型 不知道里面住着谁呢 旁边还有一个瀑布 然后我们再往下走就看到了一个 哎呦 这个是个墓地啊 哇 这云雾缭绕的感觉 做的实在是神秘感十足 而且看起来非常的阴森啊 哎呦 这边有一座野蛮人雕像 是一个僵尸野蛮人 有没有看到 这个墓地充满着一大堆残败的棺材啊 还有房子以及墓碑 这场景做的好精致啊 而且细节很多 就跟南瓜一样多啊 这边是停靠我们的小船的地方 开往夜世界的小船 哎呦 往上一点这里有一艘幽灵船啊 这个幽灵船做的比我们的小船还要漂亮多了 接着再往上看 这边是 嗯 我猜是女巫的家 你看门口的这个锅子里面 坐着赖瑞正在泡澡呢 哎呦 我看到蝙蝠飞过去了 你有没有看到 好 我猜这里是女巫的家 接着我们继续来往上看 我一路这样子看过来 其实有看到很多蝙蝠是倒挂着的 然后眼睛有发光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有发现呢 哦 这边是一个瀑布 然后就回到了我们一开始看到了 这个南瓜造型的大房子了 这就是这次的新场景 南瓜墓地啦 怎么样 大家还喜欢吗 其实除了满满的细节之外 最重要的是这个场景 它的光线是比较昏暗的 接近一种很像夜景的感觉啊 透露出了一种神秘感 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 跟以前的场景有着很大的区别 这次的万圣节更新内容 除了一开始看到的障碍物有爱之花 还有重新回归的皇家幽灵 和新场景南瓜墓地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南瓜墓地挑战哦 这个南瓜墓地挑战的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一眼它长什么样子 然后重点是它的部队 我们来看看它可以带的第一种 是南瓜野蛮人40只 这也是以前有登场过的限时兵种 简单讲就是有两条命的野蛮人就对了 还是一样非常的脆皮 再来是三只武神 以及一只超级蓝胖 然后就没了 然后就是英雄 而且这些英雄所搭配的战宠 是已经配好了 你也没有办法再做更改 法术则是只有给你一瓶补血 跟两罐隐形 就这样子了 你们可以现在看着这个画面 脑中稍微想象一下 你们会怎么样子 用这个部队来破解这个阵型 哇我觉得呢 以我的经验来说啊 过往的几个挑战 通常我在测试服里面 稍微随随便便打个两三次 都会摸到一个三星 但是这次的感觉 真的很有挑战性 我在这边就不破梗了 把这个挑战留给各位自己去尝试 赶快打开你的部落冲突 去破解南瓜墓地吧 如果你成功三星 记得来留言跟我分享你的打法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下一次更新快报见 拜拜